在托羅跟西頓之間 托羅本來是屬於亞瑟之派的分布區 西頓是屬於菲尼基人的城市 這兩個城市照理來講 一個是屬於應許之地 一個是屬於應許之地之外的 可是因為以色列百姓他們來到加安地之後 很多地方都沒有去確實的去掌握住 今天分給他土地 他有沒有去搶呢 沒有 結果就被外族搶走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像托羅跟西頓的屋形當中 變成菲尼基人佔領的地區 在雅各北邊這個地形當中 托羅跟西頓之間 有一個小鄉村 我一講你們就恍然大悟了 就是撒勒法 托羅跟西頓之間 托羅跟西頓之間相差大約只有15公里 15公里 將近有一個撒勒法 這個撒勒法 如果不是因為以利亞先知的話 這個鄉村你永遠都不曉得 永遠在歷史上消失 我們是在雅哈王時代 當時以色列百姓 連耶穆爾真神是誰都不曉得 所以才出了一個以利亞先知 耶穆爾先知 拼命跑到河邊去 但是河水乾了 神剛說你到撒勒法去 跑到這邊來 這麼一個小鄉村 推羅跟西頓 好啦 他跑到這邊來一個推羅跟西頓 一個小鄉村在這個地方 你看 你看 一個以色列國這麼大 一個 猶到國這麼大 沒有一個人 養先知養得起 竟然要叫他到加南地 加南的女人那邊去給他養他 他說你到撒勒法去 我們要先想 神為什麼指定他到撒勒法那邊去 他一到那邊去 要碰到哪個拇指 一個是狗 一個是孤兒 問他說你有什麼東西 他說沒有 只剩一把麵跟一點點油 他說好你去做餅來給我吃 他說這次給你吃完了 我們就等死了 其實吃了 不跟他吃給他們吃 還是等死 早死跟晚死而已 先知說你 不用管去做給我吃就好了 他吃了 所以麵跟油呢 就一直都沒有停止 一直到災防過去 那可是我們想一點 為什麼神叫他跑這麼遠 從基利西邊 跑到這個地方來 撒勒法 他的原意就是煉乳 你想一想 先知把他放在那邊 他住樓上 寡婦宙住樓下 所以你看這段歷史當中 利往基上十八章那個地方 你看他 當時寡婦的孩子死掉了 他去找先知的時候 他講一句話 他說呢 因為你 你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來 讓神想起我的罪來 請問這句話什麼意思 當然我沒有時間做很多解釋 我直接就講了 很顯然的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寡婦呢 對這位先知呢 動了感情 這位先知到這個地方來 便餅給他吃 便流給他用 而且呢 遇到這麼多事情 這個男人在這個地方 是個好男人 幫助他 佳南女子 她是一個寡婦 難免要動情的 所以她說 你也要因為 真實因為你 讓我想起我的罪來 先知都不動聲聲 煉辱 神把他放在這邊 幹什麼 鍛鍊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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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驗 你今天這個先知到這個地方來 還是要經過這一關的考驗 上有無父之父啊 下有無父之父啊 你們兩個會不會動感情啊 有人說 我在講的時候 我就請你講說 很簡單嘛 叫以利亞現在取他就好了嘛 可以不可以取他 可以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兩個問題 不能取他的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 對 她是嘉南女子 外族人 對先知來講 可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一定違背律法的 神明記裡有這寫的 第二個 一旦以利亞先知跟他結婚了 後面工作不要做了 他要去找雅哈王 他要去找求雨 求火 一大堆的聖功都不能做了 而女事情一動了 神的工作就停了 所以呢 先知敢不敢娶她呢 不敢 既不敢違背律法 又不能停止神的工作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聖經裡面沒有寫 但是我們知道 這兩個孤男寡女呢 都受到相當的考驗 至少 他們 這段時間裡頭 還是規規矩矩的 但是呢 這是個考驗 寡婦他也是個考驗 先知是個考驗 再加上 整個以色列國 我們當然覺得說 整個以色列國是非常丟臉的 連一個先知都養不起 連一個先知都養不起 神也不給他們養 這位先知不叫他到 以色列國當中 一個好的信徒 一個好的國民那邊去 沒有 到佳南 佳南婦女那邊去 所以 這些事情講座給大家聽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神在檢選這家土地 他不當然有豐富的題材 而且呢 他們當時每個城市 都有他們的意思 像台中 台灣的中部 台北 台灣的北部 台南 台灣的南部 高雄高雄的意思 民雄民雄的意思 什麼地方都有他的意思 依然依然意思 都有他的意思 每個地名都有 越南在裡頭的意義 神就檢選這麼一個城市 我們從地理當中才會 人民地名當中 跟地理環境當中 你才會了解到說神為什麼選擇這塊土地 你這樣慢慢可以了解的 為什麼他不選擇台灣 為什麼不選擇美國 又不選擇英國 又不選擇法國 神在取捨當中 有他的考量 那這樣呢 整個人人文 才會顯得很活潑 所以我們在講道當中 你說聖經史蒂 對我們講道有沒有幫助 直接用 沒有 你用不上 也不會用 也不知道怎麼去用它 可是你剛才摸手了 有一天你摸手了 你就發現說 因為這裡面呢 很多人文教育在裡頭 人文的教育 好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把這麼一個 以色列國 猶大國 兩個國家 合併起來 他從亞素 巴比特在最東邊 在亞素 亞南 接著 以色列國 猶大國 埃及 這麼一條線當中 肥沃月灣 這是一個肥沃月灣的一個國式 肥沃月灣之外 它北邊有一個菲尼基 東邊有一個摩亞跟亞門 那這邊的邊界上跑來跑去 摩亞跟亞門呢 和和紛紛 這兩個國家最有趣的 因為他們是同種的 從羅德子孫出來的 同種的 等一下我們就介紹他們的關係 和和紛紛 以東 米甸 埃及 這幾個國家叫這個地方 加上揮士地 所以在以色列國 他們土地這個地方 當然 在整個東邊的兩制派辦呢 他們攻進去之前呢 還有一個古老的民族 還有一些古老的民族 在神明記錄都寫到 但是我們基本上 就是認識這幾個 那這樣呢 你去看這本教材的時候 你可以補充上來 這是第一 今天早上我們所講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呢 來進入他們這個 整個國家的內文了 所以你可以打開我們的教材 應許之地 從他們地名開始來講 這個地名我們都要講得很快 因為這邊呢 都已經有寫了 所以我就把它拖得很久 我們重點是要放到後面 有關整個地形 聖地的名稱 三十二頁 從三十二頁開始來看 聖地的名稱 以色列國 我們再換一下我們的飯燈片 以色列國呢 這塊土地 南北四百七十五公里 東西大約平均是一百五十公里 這麼一塊土地當中呢 它有五個大地形 但是這塊土地呢 在歷史上 都不斷地用各種不同的稱呼出現 所以用不同的稱呼出現呢 一定是有它的背景 比如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我們這塊土地 為什麼叫台灣 你稍稍知道舉手一下 我不會問你 你稍稍知道原理的請舉手一下 台灣的名字從哪裡來的 還不錯 還不錯 要不要說明一下 簡單 上帝兄 要不要說明一下 他的 答對了 台北 曾經有 什麼展覽 台灣 才幾個月前 半年前在台北一個展展覽 在故宮博物院 它的旁邊那一關 我還是從台中坐車去看的 它裡頭有一張地圖 是 有史以來 唯一最古老的台灣的地圖 是用陸皮做的 它現在價值是九千萬 所以那次台灣 富安摩沙展 富安摩沙展 大概半年前在故宮博物院 所以我們住台北的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去看 真的要打這些屁股 你不要去管它政治 這是一個很政治的味道 但是你看了 你跳脫政治角度去學習 因為河南時期 統治時期 他們進傳的地方在哪裡 安平港附近 叫做大灣 後來叫做大園 後來改成台灣 很名詞的過程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背景 你才會了解說 它的歷史是怎樣 它的名村怎麼來的 所以其實台灣 本來不是指整個台灣 而是指在安平港附近 一個大灣的安平港 這麼一個大灣 所以他問人家說 你船隻要到哪裡去 要到大灣港去 五行當中 後來變成大園 後來變成台灣 當然有很複雜的背景 我是簡單這樣講一下就好了 所以一樣的道理 你今天在學這麼以色列國當中 你會發現它每個歷史的背景 都有一個稱呼跑出來 一個稱呼跑出來 那這一點呢 我們就可以去應用它 尤其在文學上 在著作的時候 你不要每次講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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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講 一些要講自由中國 一些要講老島 一些要講呼爾摩斯 那文學上常會多用途 這樣變成很漂亮 今天你講以色列人 你剛剛講說神的選民 會眾 百姓 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選民 你不斷地去緩路去用這些名詞 那文章才不會很單調 你們說台灣台灣台灣 以色列人 那文章變成史版版的 這在文學學作上呢 你要特別注意到的 順便給大家介紹一下 那麼以色列國這麼一個土地 這麼一個土地 它用了幾個名詞 前前後後呢 大約用了八個名詞 甚至九個一個 十個以上 第一個 迦南地 我們看三十二 這個因為教材裡面有寫 所以簡單略過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迦南地 迦南這個名詞呢 迦南這個名詞 出現在創世紀非常早的時期 在創世紀的時候呢 因為迦南它本身 不是一個地名 迦南是民種族的名詞 迦南人 挪雅的後代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迦南的這些黑種民族呢 還是屬於挪雅的後代 那迦南他們在大概洪水以後 迦南那個挪雅三個兒子呢 分布全世界 在分布的當中呢 這些人就跑到這個地方來了 當中有一組呢 就叫迦南人 因此呢 這個土地呢 其實不是 不是只有迦南人住 可是自古以來 這塊土地呢 稱作迦南人所住的地方 從此呢迦南人 他就代表的 有七個種族到八個種族 包括 尼西人 亞阿迪人 什麼西馬利人 哈馬 後來你看整個這個 這個資料裡頭 第十章有創世紀十章 所以創世紀九章十章 對一般人來講 讀起來是很吃力的 就講一個名什麼名什麼名 誰的子孫誰的子孫對不對 其實在我們學地理上來講呢 就會發現說 他們是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什麼地方 你就找到他們的地理的位置 所以地理跟種族就結合了 所以迦南呢 那迦南這個地名 它的含義呢 我們這邊就講得很清楚了 它原來的意思呢 就是低很低的意思 因為呢 一方面是地勢非常低 同樣的 我們已經講過了 在人文的教育上呢 就取用這麼一個觀念 把它當作什麼 當作一個很低的民族居住的地方 文化水準很低的一個民族 偶像非常興盛 民族生活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 神就把這塊土地呢 應許給一些百姓 這第一個 我們文章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不詳細解釋了 第二個 那我們這個說明呢 最主要是給你增加印象 也知道說 我們這個教材裡面呢 有這一部分的資料 第二個是應許之地 那這更不用講了 應許之地呢 這神應許給亞伯拉罕的 應許給亞伯拉罕的 而這個名詞呢 在《創世紀》裡面都寫到了 一直到西伯拉署裡面都提到 這個應許之地是第二個稱呼 所謂的應許之地 神呢 那應許讓以色列百姓住的地方 他的起源就是 《創世紀》的十二章第一節 第二節 所以應許之地 應許的選民 應許的土地 應許的國家 這個都是神學上很重要的一個內容 所以第二個稱作應許之地 這個我們也不用講太多 第三個 西伯拉人之地 這個地方 我就要稍微琢磨一點了 西伯拉人之地 同時把幾個名詞呢 來做一個稍稍的介紹 西伯拉人 我們要知道 你們諸位在做聖功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工具書可以去提供你們不錯的資料 當中有一本是《聖經人民史地》 《人民地民》《聖經人民地民》《會篇》 又是少年出版社出版的 《聖經人民地民》 它裡面呢 雖然講的不是非常好 而且你要去判斷 不過它的內容 它的資料算不錯 《聖經人民地民》 在我們的書報社裡面有 《聖經人民地民》《會篇》 這本書很偏離 你非常偏離 你絕對可以帶回去的 小本的一本才一百塊而已 沒有錯 來看一下 那本才一百塊以內 絕對是一百塊以內的 很便宜帶回去 那如果你怕老話的 就買一本大一點的 《聖經人民地民》 那你可以看很多資料 那麼西伯拉人之地 當然西伯拉人我們知道 他的 這兩個字呢 就差一個一耳 這是越過 這是越過的人 記得 所以在引用的時候 不要引用錯誤 如果是西伯來 西伯來的話就是 pass over 如果是西伯來人的話 pass over 就加上一個一耳信句 這兩個名詞不一樣 你看 有時候看參考資料的 你就注意一下 西伯來人之地 西伯來人呢 他的原意就是西伯來人呢 加上人的話就是這一個 為什麼是這樣 西伯來人 我們看我們架子裡就提到了 以色列百姓他們本身是以色列人 可是呢 在聖經裡面就出現了 西伯來人的這個用詞 你看這個 《創世紀》14章13節 我們增加印象看一下 《創世紀》的14章 《創世紀》14章的13節 《創世紀》說 有一個逃出來的人 告訴西伯來人 亞伯南 有沒有 有一個逃出來 這個地方在記載什麼東西 記載四王跟五王戰爭 結果呢 羅德因為往東邊去 住在索多馬城 後來被捕的時候呢 他就被帶走了 那麼在那場戰爭當中 四王打敗五王 你們有機會都要查一查 四王的路線怎麼走的 這個我們就不在這邊講了 留給你們就去查 他作戰的路線 竟然呢 讓五王沒有料到 特殊的路線 那麼這個路線的作戰呢 後來就變成 沙漠風暴那一次戰爭呢 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美軍呢 去打 那個 那個 阿烏汗的時候呢 就是用這種方法去打他的 沙漠風暴那一次 不是最近這一次 是前一次 他是參考這個資料的 說不可能 一定可以的 就打了 那麼這場戰役呢 四王打贏了 把這些都搶光了 搶到北邊去了 結果有點逃出來 說告訴西伯來人 亞伯南 在這邊就出現西伯來人了 後來約瑟 受他的祖母引誘的時候 這個他的祖母呢 跟他的先生波提娃說 你看他帶一個西伯來人 要來強暴我 對西伯來人 為什麼西伯來人 是過河之民 他們越過之民 越過哪裡 越過柏拉大河 我們這幾天都一直看這張圖 就是兩個留意的圖 亞伯南是從烏爾過來的 亞伯南是從烏爾過來的 因此呢 從那邊過來的人 就被稱作過河之民 所謂的河是指什麼河 就是指著 柏拉大河 對 柏拉大河在這邊 他們在這邊過來 就基本上說 你們是那邊過來的 台灣人呢 在早期 都被稱作什麼 東山人 唐山過來的 唐山過來的 烏沙開發以南平原 這邊呢 漳州 泉州 開發西部 這個都是有他們典故的 東山人 東山人 那語氣就不一樣了 漢州 叫唐山人 其實呢 東山人 包括福建 浙江 廣東 是沿海地區的 那他一句話就代表了 所以 亞伯蘭從這邊過來 他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 亞伯蘭呢 是從河那邊過來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在河那邊啦 那邊什麼地方 寒遠寒冷的地方 他們沒有那個數字概念 寒遠寒冷的地方 你走多久 不知道啊 走幾個月啊 就這樣 所以這條行程 一般來講 直線走的話 大概要半年到一年左右 大家慢慢放 不曉得走多久 這麼久的行程 河那邊的 這個名詞 什麼時候開始不曉得 但是呢 聖經裡頭就記載了 稱亞伯蘭 他們是西伯蘭人 那麼西伯蘭所住的地方呢 就稱作西伯蘭之地 很自然 好 現在我請問一下 跟亞伯蘭一起從河那邊過來的 還有誰 羅德 羅德後來 因為亂倫的關係 生下兩個民族 摩亞跟亞門 那請問一下 摩亞跟亞門 可以不可以稱作西伯蘭人 我不是頭腦急轉彎的 所以用很正面的來想就好了 可以 所以西伯蘭人 就是涵蓋 從河那邊過來的民族 包括 巴巴 摩亞 亞門 以色列 還有一個 伊斯瑪利 伊斯瑪利 不是 伊東 對 所以 要把這個名字解釋得很清楚的時候 我們諸位 你記得 我們諸位你記得 我們在做這個解釋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 一般使用的 狭義的解釋跟廣義的解釋 所以要講西伯蘭人 西伯蘭人 一般的人他會這樣認為什麼 就是認為說是以色列人 但是我們大家都這樣想的 但是如果我們以地理跟歷史典故來推論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原來 所謂的西伯蘭人 還包括 不但只有 亞伯蘭的後代 還包括 摩亞 亞門 就是羅德的後代 因為 雅各 跟他的哥哥 以色列 以色列度量很寬大 把當時 爸爸所居住的這個西伯蘭 來 交給他弟弟 他就撤出了 他跑到哪邊去 他們跑到 以東這邊來 因為以東不是我們所想的 都是非常荒涼的 他還有很多綠洲 他就移民到這個地方來 把他讓給他 雅各回去以後 他知道弟弟怕他 不敢回 就留在世界那邊 不敢回到西伯蘭 就是南邊的地方 所以他就乾脆讓出來 搬到以東這個地方來 就是 洪海的右邊這個地區 結果他就 在那邊建立一個以東的民主 因此 只要講到西伯蘭人 正確的講話 包括以色列人 包括摩亞 亞門 以東 這四個民主在裡頭 通通算是 西伯蘭人 通通算是西伯蘭人 記得 一定要記得這個原則 所以我們在講 西伯蘭民主的時候 一定要講到這個 那麼以色列人 所有的以色列人 有沒有涵蓋摩亞跟亞門 就沒有了 對 大膽的腰頭 不用擔心 因為大家都很瘋 就是 很單純的 雅各 延伸下來這個民主 因為雅各 後來被改名 就叫以色列 對 也有包括在裡面 也有包括在裡面 對 也是亞伯蘭的後代 也是亞伯蘭的後代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 他涵蓋內容非常廣闊 三十五頁 你們去看一下 那只要是講以色列人呢 如果是以正確的講法 就不包括 雅各以外的這些族人了 摩亞、亞門 所以你今天看的 就是要說 原來他們這個四周圍 到最後留下來的是什麼 都是亞伯蘭的後代 到後來都留下亞伯蘭的後代 但是後來的變化 在希臘時期就改變了 所以我們就講的是歷史上的這一部分 以色列人 那麼以色列 所以一切這個國家 到933年分成北朝跟南朝之後 因為北朝是以色列國 南朝是猶大國 猶大國是由兩個支派辦來結合起來的 包括猶大、變亞民 跟一部分的立位支派 因為立位支派是分佈全國嘛 所以呢 猶大國 只要講到猶大 在舊位時期沒有猶太 這個用詞 他們是猶大人 一直到兩月之後才出現猶太這個名詞 為什麼 因為猶太本來是形容詞 猶大跟猶太英文是不一樣的 猶大 講猶大的時候大部分是講支派 以支派來講的 講猶太的時候是以國家來講的 所以這兩個用詞又不太一樣 猶大支派你會不會講猶太支派 不會啦 不會講猶太支派 講猶大支派 猶太是後來 形成國家之後 一個民主之 融合之後 才形成猶太 所以我們講猶太人 其實是猶大支派的人 這兩個人的國家 這個名詞 所以我們把這四個名詞 稍微畫分清楚 西伯來人 再加上 這個以色列人 再來猶太 猶大都不一樣 我們這樣一個區一個 那麼在這邊我們順便要提到的是說 以色列百姓 一般我們聖經裡頭就說 他是十二個支派 那現在請問你一下 是不是十二個支派 對是三個支派 為什麼 約瑟得到長子名分 他分成兩個支派 所以以色列國 其實他們呢 有十三個支派 有十三個 十二個兒子 雅各 十二個兒子 後來分成十三個支派 但是土地的分割的時候 是分給十二個支派 土地分割的時候分給十二個支派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整個地理跟歷史演變當中呢 都會有一些需要注意到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是土地的 十二支派的分割 十二支派的分布 其实它分到最后呢 是13块土地 因为马哪西 分东马哪西跟西马哪西 十二支派 他们占领的地区呢 只有立位支派 没有拿到土地 其实约瑟乌兴当中 他就得了长子的名分 因为刘变出了毛病 长子名分呢 就变成约瑟得到了 他变成伊法林跟马哪西两支派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就可以知道 整个中东地区 这个以色列国里头呢 以色列国这个里头当中 他本身是西波兰民主所居住的 涵盖的包括我们刚刚讲漏了 伊斯玛利 这个 纽雅 亚门 以东 再加上 他整个 这么一个 尤大民主 西波兰民主 就是这种称呼 所以所有的西波兰民主 照理要涵盖 这个越过的民主 可是呢 以色列人就不是了 以色列人他就指着 整个 雅各的子孙 以色列人 后来分成两边 北朝跟南朝 才有 由大支派跟他的子孙建立起来的 由大的 什么 犹太的一个国家民主 那么这些民主 经过这么多的民主之后 我们话讲回来 其他的十个支派 到最后 被掳之后 就在722年之后呢 就从 这个整个 圣经当中来消失 所以其他的 这十个支派呢 变成很混杂 他们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你问他 他说 我好像是哪个支派的 唯独 犹大支派 跟一部分的 祭司 立位人呢 保存下来 所以北朝呢 经过王朝之后呢 他四个支派呢 就从整个 圣经的历史当中呢 就等于是消失了 你今天去问他 你是什么支派 他可能说 我大概是什么支派 我去以色列国那个师 就问他 你什么支派 他说我可能是西勉支派 西勉支派 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 西勉支派 为什么可以保存下来 因为西勉支派 在犹大支派里头 西勉 被放在犹大支派里面的 一块 一块土地 正然把别士巴 成为他的一个手艺 在里头 其他这些支派呢 几乎都消失了 我问他说 你西勉支派从哪里来 他说我从叶门回来的 叶门回来的 对叶门 他从那边 战争的时候回来的 那我问那个 当时的根本岛 有一个司机 另外一个司机 我问他说 你是什么支派 他说 他不知道 他是 我说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上校退役的 上校退役的 开油奶车 他还跟我们讲说 我打过六次战争的 没有战死回来的 打过六次战争的 所以我们去那边 可以碰到很多 很多有趣的事情 奇奇怪怪的 这些事情 好 那这样呢 我们把这名词 西勉 这个名词呢 这样解释 不晓得诸位 还有什么问题要发问没有 好 我们先来 留点时间给大家发问 亚马利人不是 亚马利人你去看 红传代有一本 亚马利人的探讨 亚马利人是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古代的 亚马利人的系统 另外一个亚马利人是 以嫂的子孙 又称作亚马利人 现在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我这里头这本书有写 亚马利人有两种 两个亚马利人 一个是南边的恶祖 这亚马利呢 听说他原来意思是 凶暴的名字 这是亚马利人 亚马利人出现得很早 在加南地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亚马利人呢 就是 雅各的 以嫂的后代 以嫂的后代 你去看那本红传道的 亚马利人的探讨 那你们就写得蛮不错的 那是他保存下一个资料 还有没有 什么问题 在国外 他碰到说 有人说 耶稣是黑人 听过 那我说是因为 加南地的关系 他为什么这样说 好几个这样说了 那个巴勒斯坦人也说 耶稣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现在 他们在庆祝耶诞节的时候 说耶稣是巴勒斯坦人 所以你要到柏勒斯坦来庆祝啊 他是属于巴勒斯坦人啊 也有这种讲法 你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国去 你就可以去参观一间的 这个 什么 我现在忘记了 一个馆里面 全世界各国 有关耶稣的像 都挂在里面 那我们台湾送过去的 是从 那边送过去的耶稣像啊 那耶稣像我看了笑了 一看呢 简直把那个门鸟都笑掉了 那耶稣像是 我们的妈祖 日本人的是穿日本服的 每个国家 把耶稣的像都画成 他们那个国家的形象 形象 所以在他们的 这种黑皮肤的民族里头呢 他们读圣经 他们还是感觉到 耶稣是黑人 用他们的民族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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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者去想的 去推测的 耶稣是黑人 那如果你今天呢 我们如果 不打开这些资料 在这边讲圣经 如果是 这个早期的基督徒 清朝时期的基督徒 这个 台湾早期的基督徒呢 他的印象当中呢 耶稣绝对不会是那个像 一定是像我们 这个 这个 黄皮肤的 嗯 嗯 谢谢大家